能够把怀氏料理 叫到办公室来使的人 的确讲究不到哪儿去 怀氏料理 是老周的呢 隐藤跟邻君文果然是同学 两人同时退学 实验室解散 不好意思小姐 二楼是沐昕会场所 不对外开放的 我找局委不是你老板朋友 老板的朋友都是有门卡的 您有吗 我找局委不是您老板朋友 我还好 简颜 老板 你先去忙吧 好的 来找夏冬 凝聚员是不是也在上面 是不是只有你们母亲会的会员才有门卡 当然不是 我有时候也会送一些门卡给我的朋友 表示欢迎 下次上不去的时候 记得给我打电话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坐吧 我们正好刚开始不久 坐下来一起喝一杯吧 当然了 我就要拿餐具 你们坐 这套餐具很特别 对不对 是挺特别的 这是胡桃木 款式越简单能 越突出了材质的好看 是夏冬亲手做的 手艺很好 不过 我还是对刚制的餐具比较习惯 手作呢 是工匠的心思 用它吃起饭来 心情就更愉悦 胃口味更好 我倒是不像你 这么懂得欣赏餐具 我觉得饭菜嘛 喝口味就好了 中国的餐具饮食不大精深 这餐具啊也是尤为的讲究 能吃饱饭就行 你不是一直都挺讲究的吗 可能现在倒挺随便的 我一向无所谓 能够把怀氏料理 叫到办公室来试的人 的确讲究不到哪儿去 怀氏料理是老周的呢 对啊 不但厨艺好人还好呢 就要换一般的师傅 谁愿意让他 带着冰袋就去打包食物 最近大家加班的伙食 都不错啊 大家太辛苦了 吃点好的也很正常 老方不是日料过敏吗 我去给大家拿点菜来 来 我是要找你们谈事的 但是这儿 不是谈事的地方 具备不是外人 你有任何话 都可以在这儿讲 听你这意思 你知道我要跟你谈什么 看来你是查到什么了 不然 办公室的门 是故意不锁的 密室的密码 也是故意改简单的 你想说什么 林俊文 十年前在私大人工智能实验室里面当研究生 实验室里 还有一个叫Steve的助教 你的英文名就叫Steve吧 夫妻大学的时候 还用过这个名字参加了国内外的学生联谊会 包括你们足球场的照片 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 你就是那个Steve 为什么要隐瞒了一段历史 实验室是因为什么原因遭到了干涉 你们两个之间异于常人的关系 是不是跟那段经理有关 这个问题还是用我来议议回答吧 如果把一切都告诉你 你会相信我吗 夏冬 我不是来拷问你的 我很早之前就说过 我不希望你被别人要挟或利用 而做出冒险的事 还有你林俊恩先生 作为我们的代理委托人 没有给我们提供真实的信息和资料 我们有权随时中整理 所以我更应该主动地想你坦白一些事情 我确实在四大念过书 夏冬比我晚到一年 我们俩啊 因为都很喜欢踢足球 所以很快成了足球场上的八二呢 你说那张照片就是在那个手拍里 好 足球场的照片请出了 可以说说实验室的事吗 我们这个实验室是专门研究 人工智能语言算法的 后来因为伦理的关系 被缴停了项目了 当年对于伦理的案件很多 很平常 你要是不相信 可以再调查了 我接受你的说辞 但是 我没有办法相信你的一面之词 夏冬 是你引导我找到的这些信息 你没有什么要说的 夏冬跟那个实验室没有关系 对 实验室的名单上面写上哪儿 Steve H 你告诉我这不是相同 全司大叫Steve的人太多了 仅凭借一个常用名义 来判断一个人 会不会太武断了 林俊文在司大 有一个叫Steve的球友 在实验室里面 还有一个叫Steve的同学 两个人的姓的首字母 恰巧都是H 你说这是巧合 我真的不相信 我以为调查师 会比常人更明信于巧合呢 就是因为看了太多的巧合 所以才知道 巧合是阴谋的代名词 阴谋论 这就是你的腔调吗 你好 Steve 好久不见 没想到你会突然联系我 有人对你们当年的实验室 很感兴趣 他们感兴趣什么 是对结果不满意吗 倒不是对实验室的事件 是对你感兴趣 对我感兴趣 我只是个助理而已 如果他想知道更多 关于项目的事 应该找教授副教授 杰森和冬 主要是对你的名字感兴趣 开什么玩笑 你的姓氏 霍夫人 拜托 我的父亲是德国人 他的家族是德义 我的母亲是爱尔兰人 但我更像我母亲 这只是一个 德国很常见的 普通姓氏而已 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的 谢谢你 我得走了 拜拜 咱们 去的 小姐 你不再去吧 小姐 你不忘了 趁着急回去啊 麻烦把我开个门好吗 你为什么对夏东 弄事情这么好奇呢 因为他一直遮遮掩掩的 欧迅作为全球顶尖的商调公司 对每一个任职的调查师 都做过详尽的背景调查 你应该很容易就难得 夏东的资料啊 我不相信那些简单的背调 夏东入职的时候 还是一个助理调查师 对他的入职调查就不会很迟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因为你入职的时候 也是初级调查师 所以在背景调查的时候 做了手脚 你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就是 欧迅的背调是非常严格的 任何一个小小的污点 都会影响调查师的职业前途 而且资料造假这件事情 是非常严重的 可以帮我开门吗 我没带卡 找服务员帮你开吧 那我没办法 你要告诉她 你就是当年红杉岸的成员 而且你还吃了官司吗 我问心无愧 我没有必要欺骗她 你觉得她会信你吗 除了我 还有谁会信你 还有我 我也相信夏东是无辜的 好 我承认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们两个人 相信我是清白的 所以我希望检验她也可以做到 我跟她是搭档 她应该信任我 你凭什么觉得她会信任你呢 明里暗里都在调查你过去的人 这就是所谓的信任吗 俊小姐 我这样有一点点能清楚 她是为了保护夏冬 她去调查她的 她不相信的是我 所以我觉得 夏冬对她不应该再隐瞒什么 你们对她有多少了解呢 总之我看不惯她 夏冬 俊小姐 你别生气 你这么做 是因为关心夏冬 才针对检验的 我真的就这么自私 你这么疑惑地怂恿她 你才是在害她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总得有个理由吧 所以你们觉得我这样 都是在无理取闹吗 你怎么过得来 最近都会有这样子 但是刚才的 你怎么够 你为什么这么多吗 我去遍你 嗯 嗯